哎呦不是得罪 哎呦一直是拒绝的吧 哎呦这个不管得不得罪 我说白了 其实我告诉你 我问你啊 哎 余婉婷 嗯 他跟小陈你喜欢谁啊 我喜欢小陈 这不就对了吗 你吃素吗 你有钱你买不来爱情吗 结果还是人家小伙子可以获得爱情吗 你吃素吗 所以你拿钱来砸吗 其实你自卑吗 小伙子呢 如果他真要爱的话 他一早就一早就一站出来了 那是人家自己的事 跟你没关系 因为我很多时候都听他说哎 那小伙子不错 不错但是一直 古大哥 这两年都一直没结果啊 我知道你对我的好 就是因为我们都很了解对方 但是我们只适合做朋友 生意上的关系来往 真的 我对你一点感觉也没有 我希望我们到此结束好不好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老古 他的感情是他的感情 你不是他的爹 也不是他的兄弟 所以可以让他去判断 但你不能说你越过他 去跟他的司机之间 有过什么所谓的交易 所谓什么样的考验 你用钱去砸 或者用钱去解决这些事情 都是急不道德的 对吧 真正来说一个考验 我不管今天你做了什么 我都不想再提这个事情了 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是为了小成而来的 你真真的不知道 这个十万块钱 他不是你想的那么大 如果小成真的拿了 我替他还给你 不是钱的问题 来来来来来 我给他十万块钱 好好好 他坚持 黄比黄不要紧 你说完了吗 你先下去休息 还在说 我不是说我要用钱砸 因为这个东西 我是对你 对你有一个想法 我知道你对我的想法 你不可能这样子 真的有时候 你看不清楚的东西 可能我会看得清楚 没事 我比你看得更清楚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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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给个机会 因为这个东西 不会随便能说的 我真的坚持 我真坚持 我真的坚持 出事人 我 我不知道他会来 他对你倒是挺执着的 虽然他很多方式是不可许的 小成真的会拿谷大芬的钱 我绝对不相信 他的人品绝对不是那样的 不管小成接受没接受 如果小成接受了 小陈自己有问题 但是不管小陈 有没有接受 古大峰的这种方式 都是极为阴险 狡诈 不正当 上不了台面的 我也觉得小陈 是被古大峰逼走了 好 别的我不说 我们看看小陈 会不会来到现场 好吧 来 站在开启告白 这门的按键旁边 好 我再问你一遍 如果小陈 真的接受了 这十万块钱 无论是因为 哪一种原因 你都不接受它吗 如果它是被逼走的 我会原谅它 不 我说得很明白 只要它接受了 这十万块钱 无论它是怎么使用的 出于什么原因接受的 我都不会原谅它 你都不会原谅它是吗 对 你确定 确定 让我们一起倒数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爱不声不响 爱多道理太坚强 道理转是一样 说的时候很简单 爱向后却真强 没有来 那我就走了 就让这事沉下去是吧 我真的很难过 其实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个问题 小沈比他整整小了十岁 同时又是你们的下属 当你在跟古大峰谈生意 在外面冰孔满拓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司机 他经常只能坐在车里面 等你们忙完之后才能出去 其实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他身上背负的压力确实非常大 我知道他顾忌 那你要就此放弃吗 如果他真的没有来 那也说明他不喜欢我 那你这样吧 那你在这对着镜头 跟你小沈说两句话 小沈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会相信你 我们俩认识两年了 你所做的一切 我都看在眼里 但是你今天没有来 我的心真的很痛 我会收起我的眼泪 做一个坚强的女人 我希望你能看到这视频 无论你走到哪里 希望你也会想起我 我的心里边有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再问你一遍 如果此时此刻 在生意和小沈 非要做出选择 也实际情况就是 如果你接受了小沈 你势必要跟古大风之间 有所隔阂 也许你的生意 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你是否还愿意 执着地选择小沈 可以上去 上去找我再跟他说吗 小沈 如果你愿意回来 我愿意 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切 都放下来 我不会跟古大风再合作 我只会跟他做朋友 因为他对我曾经帮助过 我不能做一个忘恩思义的人 我希望你回来跟我一起 来 古大风又上来了 来你听一下 他刚才说的这番话 你想说什么 请着 其实我的话 其实跟你一样 都是发迹类型的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没来 但我还是站在这里 这样啊 古大风 你也照顾了他四五年之久 也执着地表达了四五年之久 虽然他并没有接受 对吧 但是作为男人 公平竞争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背后 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方式 去排挤他 恰恰使得你的 对他在他心目当中的形象 逐渐的降低 到这个时候 你真的应该体现出 一个男人的胸怀 就是向小陈道歉 你说呢 我这样想啊 其实这十万块钱 也不算是什么 但是我感觉 如果他不接我这十万块 我的决定 也会改变 既然他今天都不敢来现场 不 我相信他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 他不管来不来 我相信他都没有拿 拿你的十万块钱 因为他现在确实是拿了 他有没有接受 我们还不知道 不能听你一个人说了算 好吧 对啊 找他 找他过来 行啊 所以你先下去吧 没事 你可以等着雨万平 没关系 你可以一直等他 他是拿了 但是我 我想知道 他会不会站在这上面来 我想他不会 既然拿都拿了 我相信他不会拿你的十万块钱 我希望 他拿了不会过来 也希望他真拿了 你让他自己说 那你这样吧 你这样来 你站着 把第二现场打开 小陈 你来了 为什么不出来 他拿了钱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你说话呀 你好 清楚了 是小陈吗 主持人你好 请坐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我叫陈一军 我来自广东 广州 我是 停解的司机 接下来我提问 你回答 好的 第一 为什么躲在第二现场 不出现在现场 拿了钱 回答我 拿了钱 来 这是我的厂子 这不是你的企业 来 回答我 我不想出来 为什么不想出来 不能再回避了 小陈 虽然我理解你这个年纪 可能会有一些懵懂无知 但是今天请你说出 你心内心所有的话 我今天是来 把那个十万块钱还给她 小陈你真的拿了 古大分十万块钱吗 小陈你出来好吗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听我问 你拿了十万块钱是吧 是的 你为什么要拿呢 又为什么今天要来还呢 那天 亭姐跟古老板出去谈生意 因为喝了酒 等我开去接亭姐的时候 亭姐已经喝醉了 然后 古老板就跟他坐在后排 我坐在了 前排 但是 我通过反光镜看到 说 看到什么 算了 这个过去的就不说了 说 别乱说小子 我看到 古大哥 搂着 亭姐 亲了他 而亭姐没有拒绝 怎么可能 古大分 但是他当方面说 我再问你一遍 小陈 他当方面说 小陈万婷是不是已经喝的断了片了 没反应了 是的 当时 那他怎么拒绝 他已经不省人事 请问他怎么拒绝 是不是 这是你拿十万块钱的原因是吗 不是的 当时 亭姐喝醉了 古大哥就 找我 他下车跟我谈话 他说 亭姐答应要跟他结婚了 而且以后就不用我来坐他的司机 以后车会 给他开 而 这个十万块钱是亭姐的一番心意 叫我以后 不要在这里坐了 余万婷对于古大风一直以来的拒绝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小陈 所以你拿了十万块钱 那为什么今天又要来还呢 他当时是直接打卡 就是 转给我的 我不知道 好吧 你是否愿意来到第一现场 小陈 出来吧 我知道 单方面的 这单方面你得看 你最看到了 他怎么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出来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让他考虑 我也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 至于古大风 我更不想说他 小子 你站出来 你既然站出来的话呢 把事情说清楚了 你当方面的事情 不要再说 如果他真 是喜欢你的 我求你 你让他 让他自己说 他为什么要拿了十万 来来来 他可以不接受 他可以不接受 我们先理理事 我问你 是男人他让他让他出来 你上车之后 他趁你昏迷的时候 对你做了 不礼貌的事 你姓小陈还是姓他 我姓小陈 你姓小陈 请问你做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实话 你做了没有 实话我肯定没有 真的没有 十万块我是给他 我问你 你亲了 橘万平没有 在他没有允许的地方 你亲了没有 是男人敢做就敢做 我告诉你 这个男人你做了 你不敢承认吗 他不是不敢承认 我问你你做了没有 我不是不敢承认 你做了没有 你做了没有 因为亲他跟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好吧 没有 那我 你要你要硬不承认 说这没有 那我就没无卦可说了 因为 既然他能来 我不管他那个钱 要不要 要不要给 反正拿了是拿了 他能站上来 他真的喜欢他 让他说出他的道理 我心服 你让他说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 你在这向他道歉 我觉得还是可以原谅 否则的话 你以后跟余万婷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一落千丈 有吗 这个观念我不需要在这边去表 如果他能真真真真真能站出来 他是真的对你是有心的 如果他真能表达得清楚的话 我也不会站在这里 是吧 我今天来到这一刻 我们就想看到 我们为谷大峰谷个掌 另外 我再问你一下 亲了没亲 亲了没有 到底亲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亲了没有 干嘛 还把我拽在边上来干嘛 不不不不 小陈是不是来我不知道 他敢不敢出来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我不想因为这个状况会影响到万婷的感受 你想说什么 你到底亲了没亲 亲了就赔个礼道个歉 在这看 是吧 如果他退去 你还可以继续追求 如果他今天来了 你又放手 我肯定不会放手 因为我还没说完 放我的手 我还没说完 既然小陈说来 我就不管这事 因为如果他不来 我就站在这里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接着会看小陈上不上来 顾大哥 平日里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你把我当妹妹一样的看待 在事业上你帮了我这么久 我真的很感激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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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